针对3月9号高雄市通知我们卫生局金浮华的 使用违规辣椒粉事件的目前的处理情形 截至昨天为止 我们已经会请金浮华公司下架回收了 31个品项的产品 那总计回收48,290桶的包装 它的包装有桶或灌瓶包的部分 有48,290 那总计的公斤数是137,166公斤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厂商要折付保款 届时我们会来做一个销毁的部分 那也折成我们的业者 要每日还是回报我们卫生局每日的下架回收量 那针对今天金浮华公司主动通知 针对于该公司所有的产品要下架回收的部分 我们也感谢金浮华公司让国人实在安心 善尽它的社会企业责任 那这个部分我们卫生局也将就它下架回收的产品的部分 来监督它销毁 55个品项 这一个批次的违规的55个品项的部分 主要是金浮华公司系列的产品 那这一个系列的产品是以沙茶酱为一个主要 谢谢大家